全球近年来越来越重视环境议题 艺术家黄瑞芳他就接受暖化受难国图瓦鲁的邀请 在威尼斯双年展创作了一系列作品 反映图瓦鲁面临海平面上升的问题 他要讽刺资本主义和工业发展带来的破坏 黄瑞芳还因此荣获总统文化奖 艺术家提出了一个很严肃的问题 他问说当代文明发展是指向明日的美丽新世界 还是冲向灾难与崩溃的终点 一只一只冰雕企鹅穿着冰马俑的服装 随着时间不断融化 象征资本主义的自由女神 跪在他们的中间 这是艺术家黄瑞芳为了图瓦鲁的创作 他要警惕世人 环境变迁 跟每个人息息相关 企鹅跟北极熊跟图瓦鲁其实一样 他们图瓦鲁几乎没有任何碳排放 可是他却要率先牺牲 这贵人气额跟北极熊一样 气额什么排放物都没有造成 他们一样也要面临物种灭绝跟气地破坏 近年来工业污染严重破坏地球环境 除了空气品质下降 海平面也逐渐上升 图瓦鲁就是其中一个面临消失的岛国 黄瑞芳特地为图瓦鲁设计一系列的雕刻 装置艺术 摆在当代艺术馆门口的巨大砖油机 也是他的创作 一边吊挂着象征华尔街的金牛 另外一边则是锋利的断头台 下面还趴着一只海龟 只要拿起油枪发动砖油机 立刻就会斩首 象征资本主义扼杀全球环境 这些作品在去年的威尼斯商年展大获好评 更让黄瑞芳荣获第七届总统文化奖 艺术家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 你必须要透过作品去省思 这个年代所带来的正面或版面 负面的一个冲击思考 这次当代艺术馆还展出 他在北极的最新创作 以骚骚代表资本主义的红色小纸船 缓缓使劲冰山遍布的北极 希望大家能够更重视环境议题 一起守护我们唯一的地球